好 北院在今天重開擠壓庭 前嫌法官是殖日法官呂震燕來擔任 過去曾經被前民進黨主席失明的指控 他自稱是綠色法官 不過對此北院已經不斥了 倒是回顧這第一次開擠壓庭時 當時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曾經告訴法官說不要為難 我剛才了解 實際上是因為他拒絕交保 最後法官才會裁定 吳寶請回 北京馬拉松市簡聯調查訊問 二號凌晨三點多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吳寶請回 他直言擠壓庭上 他跟法官說請你不要為難 說不要為難 但恐怕真正為難的還是法官 第一次開擠壓庭時 柯文哲告訴法官 因為交保會影響政治聲浪 所以堅持拒絕交保 在這情況下 法官只能選擇擠壓或是吳寶請回 最後是裁定吳寶請回 我相信主席會在最適當的時間 透過最適當的方法 讓所有人知道 他捍衛自己清白 對抗這一個不公不義的追殺 所展現出來的態度跟高度 如今高院撤銷員裁定 發回北院更審 陳審法官是由職日法官呂正業擔任 過去曾判決九度酒駕的犯人 坐牢一年以避免其他家庭破碎 還判過酒駕車輛沒收 風格很接地氣 但也有黑歷史 曾收到案件五天就判決 遭到監察院彈劾 還在施明德告王世間誹謗案中 自稱綠色法官 抢施明德不和解就要判他輸 這回再開擠壓庭 柯文哲能否平安脫身 一舉一動都備受外界關注 記者中央報導